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照掌不误 美国政府关门停摆 内阁成员集体加薪引发争议 风暴过境泰国多地又遇暴雨 大量中国游客直流机场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 在当地时间的5号 在法国巴黎 数千名身穿黄马甲的抗议者 再次走上了街头 这是2019年的第一轮抗议活动 这也使得这场自从2018年11月份以来的 抗议活动进入到了第8周 暴力事件在示威活动当中再度出现 当天部分抗议者前往巴黎 乡穴立射大街 警方早已在那里严阵以待 法国民众对总统马克龙的不满情绪 仍在继续 要求总统辞职的呼声不断 在国民议会大厦附近 大批抗议者试图冲破警方封锁线 双方爆发肢体冲突 警方不断向示威人群 释放催泪瓦斯 一时间烟雾弥漫 而同一时刻 双方对峙的塞纳河畔 突然有一艘改装为餐厅的舶船 起火燃烧 浓烟滚滚 极少数人随后开始在巴黎市中心的街区 点燃多辆摩托车 他们还设置路障 点燃垃圾 阻碍警方和消防车辆前进 几个小时后 抗议者终于抵挡不住催泪瓦斯和水炮 逐渐向后退却 在警方与抗议者对峙的地方一片狼藉 有救护车在现场给伤者进行治疗 此外 法国波尔多 里昂 土耳兹等多地 当天均有示威活动 法国内政部初步统计 全法有5万人参与示威 法国总统马克龙当晚表示 极端暴力活动又一次袭击了法国 他呼吁人们现在应该齐心协力展开对话 此前一天 法国内阁召开2019年首次会议 聚焦今年的改革进程 法国媒体称 法国政府2019年的改革重点 将是失业救济金及养老金制度的改革 法国政府未来的相关具体改革方案 能否得到民众的普遍认同 备受法国社会各界的关注 然而 法国一项最新民意调查显示 75%的调查对象 不满意总统马克龙领导的政府 54%的调查对象认为 政府的头等钥匙是提高消费者购买力 以往调查中 长期位列头等钥匙的是降低失业率 这次排第四紧要事项 去年11月17号期 法国巴黎等城市的民众走上街头 抗议政府上调燃油税 导致油价上涨和生活成本增加 马克龙承受压力宣布一系列举措 以回应民众不满 最新民调显示 55%的调查对象认为 示威应当继续 对比先前一些民调 民众对持续示威的支持有所下降 同样是在5号 数千人聚集在了匈牙利的 布达佩斯市中心举行游行 抗议政府出台的劳动法修正案 匈牙利联合工会主席表示 他们将向总理欧尔班提出要求 除了废除劳动法修正案 还包括提高工资 和更灵活的退休制度 如果政府拒绝谈判 工会计划在1月19号 这项劳动法修正案于去年12月12号通过 将雇主可以要求的加班时间 从每年250小时增加到400小时 政府表示匈牙利需要这项法律 来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 并且这将使那些希望工作 更长时间的人获得更多收入 我们看到在欧洲 多地的民众抗议不断 而美国政府关门停摆仍然在持续 截至目前美国政府的部分机构 停摆已经持续了两周 特朗普声称他已经做好了 让政府关门数月甚至是数年的准备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华盛顿邮报》却爆料称 虽然说政府停摆 但是内阁官员们的薪水 可能会照涨不误 来看报道 据《华盛顿邮报》网消息 5号期美国内阁成员将集体涨工资 其中副总统彭斯 年薪预计将从23万07百美元 升至24万3千5百美元 涨幅最高 美国内阁部长及薪水 将从目前19万9千7百美元 涨至21万07百美元 副部长级别将从17万9千7百美元 涨至18万9千6百美元 《华盛顿邮报》指出 这次涨薪是联邦政府关门的副产品 2013年美国国会立法限制了 联邦政府高级高官的涨薪 但法案必须每年更新一次 由于美国国会未能在去年12月21号以前 通过政府开支法案 现有的限制涨薪法案失效 此前美国人事管理办公室的官员 就已经对此展开长时间讨论 预会者透露 有官员担忧公众会对此次涨薪不满 因此还讨论了 如何回应公众质疑等相关议题 去年12月22号开始的美国政府停摆 导致大约80万名联邦雇员处于无薪状态 其中约有38万人被迫停职 其他人则继续无薪工作 在新年之前 总统特朗普还下令 冻结大多数联邦公务员涨薪 无论他们是否工作 事先再转向泰国 5号泰国南部几个因为热带风暴 帕布而暂停云印的机场 已经重新开放 但是受到了暴雨的影响 大量航班出现了延误 泰国气象部门5号发布警告 受帕布影响 5号 6号南部多地 还会出现较强降雨 海浪可高达3至5米 建议渔民在此期间不要出海 目前帕布已由热带风暴 减弱为热带低压 此前撤离的民众陆续返回 开始清理灾后一片狼藉的家园 5号为防范帕布来袭 而暂时停运的泰国南部的三个机场 以及轮渡等均恢复运营 但受5号早上暴雨影响 多数航班出现延误 记者5号来到位于苏梅岛的苏梅国际机场时看到 包括中国游客在内有大批游客滞留机场 记者在机场的显示牌上看到 三个飞往中国城市的航班中 有一个已经取消 一个被迫延误 只有一个还处于正点的状态 目前泰国官方还没有发布 滞留机场的旅客的统计数据 以及相关疏散游客的公告 机场也不接受媒体采访 来看天气 近日欧洲多国普降大雪 给当地民众的工作和生活 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5号德国多地的降雪仍然在继续 慕尼黑机场的大量航班被取消和延误 由于已经被大雪覆盖的 德国南部部分地区仍在下雪 5号德国气象部门 向巴伐利亚州大部分地区 以及与其临近的巴腾福腾堡州 发出了恶劣天气预警 当地高速行驶比较顺畅 但德国第二大机场 慕尼黑机场的运营 则明显受到影响 据机场方面介绍 5号当天共有约120个航班被迫取消 70个航班被迫延误超过一个小时 数千名旅客出行受到影响 我孙子去运营 我们必须提醒所有航班 待会到明天 不过对于这一场挨挨白雪 很多人也表示很享受 这是冬天 这是更加热的冬天 然后我们必须要先注定 如果这冬天不太好 我们必须要注意到 这冬天不太好 希腊部分地区也将下大雪 这里是位于希腊首都雅典附近的 帕尔尼萨山 尽头中森林 湖泊都完全被白雪覆盖 天与地浑然一体 宛如童话世界中的冰雪王国 在位于希腊塞萨洛尼基州北部地区 人们在纷飞的大雪中玩耍兮兮 近享冬日冰雪之乐 气象专家表示 当天在希腊北部和中部部分地区 均观测到超过一米的积雪 而且气温也在持续下降 与此同时 降雪导致多地交通受阻 供电线路出现故障 希腊民房部门已召开紧急会议 做好应急预案 在希腊首都雅典 市政府增开了一处公共取暖场所 目前共有两处公共取暖场所 同时向所需民众开放 工作人员向他们提供食物 及保暖的毯子等 与此同时 雅典市政府的网站上 公布24小时热线电话 用来处理因寒冷导致的紧急事件 并派出救援人员在市区进行巡逻 将露宿街头的无家可规则 带到公共取暖场所躲避严寒 美国媒体4号报道称 福特汽车公司正在全球 召回超过95万辆汽车 以更换存在安全隐患的安全气囊 在被召回的95.3万辆福特汽车中 有78.2万辆在美国市场 本次召回是高田安全气囊 充气装置大规模召回行动的一部分 由于高温和潮湿 充气装置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老化后 会发生爆炸 福特汽车公司表示 目前还没有收到因该缺陷 造成人员伤亡的报告 但在全球范围内 已有23人死于其他品牌的充气装置 高田安全气囊引发的召回 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召回之一 根据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的数据 在美国的3700万辆汽车中 有5000万个存在隐患的高田安全气囊 去年9月 本田和欧哥因这一问题 召回了140万辆汽车 去年12月 丰田和雷克萨斯召回了6.5万辆汽车 春运的高峰即将到来 今年复兴号再次扩容 被网友们成为复兴号plus的 超长列车昨天亮相出发 现场的情况究竟怎么样呢 去看下报道 我现在是在北京南站 我身旁的这辆就是最新的 超长版复兴号动车组列车 这是它首次在京湖高铁亮相 并从这里首发 与过去相比 这辆列车不仅增加了车体长度 由原来的415米 增加到了现在的440米 还增加了一节二等座车厢 载客能力也提升了7.5% 为即将到来的春运高峰 提供了有力支持 这个车现在的定员是1283人 比原来咱们前期的 16号的复兴号动车组 16辆的复兴号动车组 多了90个定员 从我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 这个车的售卖情况也不错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17辆长编组动车 是在我国自主研发 标准动车组基础上 在15和16车之间加了一辆拖车 虽然操作与过去大致相同 但对司机的驾驶技术和停车精准性 要求更高 因为咱们京五高铁的站台长坡是固定的 它是450米 可是这个车加了一辆以后 车的长坡变了 所以更考验自己对边停车精准 今后由北京铁路局 支撑的17辆超长版 时速350公里复兴号动车组 将主要替换京户县 去往杭州 上海 上海虹桥 南京的部分列车 其中4趟从北京站始发 4趟从北京南站始发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 浙江自贸区书店主线路 将在1月7号 也就是明天通电试验 这样的一个项目 连接了大陆和舟山群岛 为了给舟山港的黄金水道 和我国的海洋经济发展 创造空间 该项目是建造了 380米的世界上最高的书店铁塔 世界上首条胶连聚乙漆 海底电缆等多项重大的工程 那么一共是创下了 14项的世界纪录 现在项目的整体即将收尾 工人们正在380米的高空 对线路进行通电前的 最后的检查 而本台记者贾玲 已经到了铁塔之上 我们马上就要请她来 直播介绍一下 她现在了解到的情况 贾玲你好 不知道你听不听得到我的声音 我们看到现在是一组航拍的镜头 你现在站在300多米的一个高塔上 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来跟我们讲一讲 好的主持人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爬塔 我们现在终于是站在了世界电塔的 镜高的最高峰380米 如果你问我现在的感受的话 我觉得这个地方的客观条件 真的是非常的高冷 一个是高 一个是真的很冷 高度的话 我相信大家通过我们的镜头 就可以一目了然 我们站的这个地方 已经是云雾缭绕 有点先进的感觉的了 我们再找一个参照物 请我们摄像 往底下看一下下面的那个建筑 这个建筑的话 差不多是五层楼的一个高度 占地面积有一千多方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我们平时学校的主教学楼 这样连排的建筑 这么大的一个大家伙 从我们这个角度看上去 就像一个玩具一样 另外的话 一个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的冷 我现在穿的这一身衣服的话 是去年我在东北直播的时候 零下20度穿的衣服 但是因为上面风实在是太大了 直接把这个衣服都给吹透了 现在我的脸手都已经冻红了 说话都有点哆嗦 更别提这边的天气 一直是在多变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镜头上有一些这个水滴 因为在差不多20分钟之前 上面突然下了一场暴雨 所以工人暂时是撤回来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稍早前我们拍摄到的这些画面 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 我们这是通电前最后的一次检测 检测工作主要有两项 一个是上面的一个巡线 来看一看线上有没有什么问题 第二个是一些零部件的简单的安装 两项工作有一些共同点 它考验的都是我们的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 首先说心理素质 首当其中的是一个对于恐高的一个考验 我们的巡线人员所能支撑的 只是底下两个直径只有2.5公分的 很细的电线 这个电线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比我们手指一截稍微要宽一点点 这样的一个宽度 从远处看 他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就像在高空进行走钢丝一样 而第二重考验则是对于体力的一个考验 他们在进行这个巡线的时候 两个脚踩在下面的两根线 两个手握着上面的两根线保持平衡 手跟脚的距离只有30公分左右 这个姿势有点像我们平时练舞的时候扎马步 练过的人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让你扎马步扎2.6公里是什么感觉 更别提他们要慢慢地走 这个过程单趟就要两个小时左右 可以说对体力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但是对工人高空作业的这个考验还不仅如此 请我们的摄像老师把镜头给到我这里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的一个结构 就是我手上拿的这个 我们刚才说了除了巡线以外还有一些结构的安装 这是一个用来隔离线的 中间的这四个这个孔的话就是安在上面的孔 他们工人呢需要把这个间隔棒安到电线上 这一个的重量的话差不多有二十几斤 相当于我们健身房里面常见的10公斤的哑铃 这样的一个东西要安多少个呢 整个的线上要安500多个 这工人们在线上不停地把这样的一个结构 举起来再放下举起来再放下 可以说对体力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考验 更别提它这个线还有一个坡度 二十度的坡度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一直往上一直往下 还要不断地安重物 这样对于你的腰肩颈 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压力 但是我们要说工人们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经过工人们四年的一个艰苦付出的话 明天这个工程就要正式通电了 等通电以后 这个工程将作为浙江自贸区的书店主线路 为舟山市的众多外向型企业来服务 最后我给大家看一组笑脸 这些都是我们之前收集的施工人员的笑脸 我要说不管是多大的工程 可能都离不开每一个人小小的付出 明天这里将正式通电实验 在这样的一个特殊时刻 我们感谢每一位工人的努力 好的主持人 我这边的情况暂时就是这样 投资消费 互为机会来看看有什么财富新角度 消费陷阱 号称养果汁至百病 燃建环球传销骗局大起立 冬日乐趣 凿冻钓鱼 韩国山尊鱼兵钓节 欢乐开幕 我们来关注一下 近期有一家名字叫做燃建环球的公司 号称拥有一款原产于美国 可以包制百病的保健养果汁 不过这样的一款号称 具有神奇疗效的产品 并没有给消费者带来健康 反而让很多的家庭陷入了痛苦 武汉的刘女士和丈夫之前 一起开店做生意 感情和睦 家庭幸福 可一年前她发现 丈夫有些反常 每天就把手机开这个喇叭 在家里听那个培训的那个内容 觉得好像他们就说 能一年能上百万 说几年功夫能赚千万 刘女士感叹道 一年下来 丈夫不仅没挣到钱 反落个负债累累 自己和丈夫常常为此争吵 感情濒临破裂 重庆的叶先生和刘女士的丈夫一样 购买过燃建产品 不同的是 当叶先生发现 产品并无特别支出后 选择了退出 但他的妻子却一直深陷其中 最终因为执念和他离婚 叶先生和刘女士说 他们的经历并非个案 国内很多地方 都有类似遭遇的受害家庭 全国各地应该都有 但是一般来说 南方地区偏多 广州的 深圳 武汉长沙这一块 燃建环球里面 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记者进行了调查 在武汉的一家 燃建环球产品的会员们 经常聚集的咖啡馆 一位自称是资深会员的胡女士 给记者推荐了这样的一款 燃建环球的主打产品 糯莉果汁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负责产品的同事出差了 可以到展厅自行了解 但记者看了半天 也没有发现糯莉果汁 真的有这款产品在销售吗 燃建环球另一位资深会员 向记者道出了实情 原来 糯莉果汁这类产品 只能通过燃建环球 香港公司的官网进行订购 我们这个平台是叫 NHT Global Natural Heart Twins 自然经常驱使 它到中国的名字叫 燃建环球 是一个全球会员 积分制的网上超市 它属于复合电子商 果然 记者在燃建环球 香港公司官网的健康食品 一栏上找到了糯莉果汁 糯莉果汁被描述为 用作保健的机能性健康饮料 并标注有维持身体组织细胞的 正常运作等七大功效 按照胡女士的解释 只要一次性购买 一万八千多元的产品 就能够成为燃建环球的会员 不仅自己买产品有折扣 还能通过发展新会员来赚钱 会员的主要收入 来自于下线的积分反例 它每一级有不同的奖励 你级续高 然后公司还会给你一些什么补贴 说最高的九级 可以把你的孩子送到美国 去免费读书 叶先生在成为燃建环球会员后 观看过专门针对会员的 线上分享会 这些线上活动的私密性极强 必须购买燃建产品 成为会员后 才能获取登录的账号密码 内容主要是高级别会员 传授新会员 如何应对家人 吹嘘产品发展下线 如果您第一个月 只推荐了两位会员 那么您的收入是116美金 那么到第二个月 您倍增到四位 您的收入是332美金 比二的N四方倍增 那么我一年下来的总收入 就是679,770美元 禁止传销条例规定 组织者或者经营者发展人员 通过对被发展人员 以其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 或者销售业绩为依据 计算和起伏报酬 或者要求被发展人员 以缴纳一定费用为条件 取得加入资格等方式 谋取非法利益 即为传销行为 传销往往都是先洗脑 先说通过我这个方式购买我的商品 你会挣多少钱 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很多参与者 有的时候是倾信了这些传销的组织者 和领导者远落到画饼充击的这些故事 我们再来看一下 韩国东北部的华川郡五号开始 举办了为期三周的山尊鱼兵吊节 在北汉江长约两公里的江面上 放下最为简易的那样的一种鱼杆 只带鱼儿上钩 虽然说天气非常的寒冷 但是兵吊节仍然吸引来了上百万的访客 当地时间1月5号 韩国著名冬季庆典 山尊鱼兵吊节拉开帷幕 游客凿冰捞鱼 冰钓爱好者齐聚于此 现场人山人海 位为壮观 主办方在二十多厘米厚的冰层上 挖出近两万个冰窟窿 放生一百九十万吨山尊鱼 让游客利用钓鱼工具体验凿动钓鱼 一些参与者直接跳进冰冷的水池里 徒手抓住这些尊鱼 其中一个男孩将徒手抓到的鱼咬在嘴里 兴奋地向大家挥舞双手 激动的心情易于言表 此外主办方还准备了滑雪桥 民俗游戏等六十多个冰雪体验项目 最后每个参与者都可以把捕获的鱼煮熟 和家人朋友一起分享 华川类于寒潮边境地区各种开发限制反而让当地的自然环境得到良好保存 没有被污染的山河 寒风厚冰为打造冰雪王国提供了完美的自然条件 华川山尊鱼庆典于2003年首次举办 当年仅吸引20万访客 之后从2006年开始 访客人数均在100万人次以上 山尊鱼庆典还与中国哈尔滨冰登节 日本札幌冰雪节 加拿大魁北克冬季狂欢节 并称为世界四大冬季庆典 与此同时 华川郡官员同东南亚旅行社洽谈业务合作 并参加国际旅游博览会 华山郡郡手崔文巡也表示 今后将面向东南亚等世界各国大力宣传山尊鱼庆典 不断新增项目 让山尊鱼庆典成为名时相符的世界级庆典 现场考制的山尊鱼味道非常的鲜美 而作为寿司和生鱼片顶级食材的蓝旗金枪鱼 在日本是广受欢迎 当地时间的5号 在东京都的江东区 丰州水产市场的新年拍卖会上 一位蓝旗金枪鱼就以3.336亿日元 约合211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成交 这位天价蓝旗金枪鱼产自日本青森县 它的重量达到了278公斤 和每公斤120万日元 约合人民币7.6万元 被一家寿司连锁店的老板拍得 蓝旗金枪鱼因为营养丰富 口感十足而受到广大食客的欢迎 在日本更是需求旺盛 然而近年来由于生长缓慢及过度捕捞 蓝旗金枪鱼的种群数量急剧下降 已经进入宾威物种名录 数据显示太平洋蓝旗金枪鱼 在1961年的成鱼资源量约有16万吨 而到2014年只有1.7万吨 因此现在捕捞到的已多是幼鱼 蓝旗金枪鱼是海洋生态系统中 食物链上的重要一环 如果它最终灭绝 海洋的生态平衡可能遭到破坏 境外注射就是我们俗称的打点滴 如今在美国一些美容和保健机构 把它当作排毒的美容手段 通过向静脉注射液体和维生素 从而达到快速补充营养的效果 但是这样的静脉低注疗法 是不是安全有效 引起了很多的质疑 我们来看一下路透社的报道 近年来由于社交网络上名人的推动 以及美国保健行业的发展 越来越多提供静脉低注疗法的机构 在美国开业 位于纽约的静脉注射医生 便是最早推广这项服务的机构之一 首席执行官亚当纳德尔森医生表示 2013年他因食物中毒 接受了静脉低注治疗后 很快便恢复了健康 于是就萌生了创办这家公司的想法 自公司开业以来 共接纳了5万名病人 并于近期在纽约开设了 第一家实体诊所 同时在全美超过25个城市 提供上门服务 甚至在英国伦敦 也能享受到他们的服务 不过由于静脉低注 需要由专业医师监督和批准 注射服务必须由注册 静脉注射技师或者注册护士提供 也推高了静脉低注的成本 据了解 大多数静脉低注起价 在200美元左右 上门服务最高可达500美元 尽管这种疗法越来越受欢迎 但关于保健性静脉低注疗法的 科学研究却很少 健康专家警告 静脉低注疗法并非零丹妙药 存在一些潜在风险 其他人们可能不想 接受胃脂肪 或胃脂肪 或胃脂肪 只因为有关于胃脂肪 像胃疾病 肋骨疾病 肋骨疾病 这些人可能不想 加入更多脂肪 欢迎回来 今日首个中埃联合考古项目 中埃卢克索梦图神庙 联合考古项目 在埃及南部的古城 卢克索的梦图神庙 移植启动 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首次派出考古队 到埃及进行考古发掘 梦图神是古埃及的战神 因此梦图神庙 在埃及考古学上 也具有比较重要的意义 法国人曾于上世纪 30年代到40年代之间 在这里进行过一些考古发现 随后一直中断至今 那么在历经了 70多年的尘封之后 这里将会迎来 第一支来自中国的考古队 它的整个年代 和咱们的商代差不多 这样可以通过梦图神庙发掘 然后做一个 比如中埃两国 相同时代的这种古代文明 一个比较研究 梦图神庙联合考古项目 为期五年 中方考古队员计划分批次 来到埃及 借助在多种地形下 发掘工程遗迹的丰富经验 以及先进的跨多学科 考古技术手段 进行神庙遗址的文物考古勘探 神庙平面结构复原等工作 到1月5号为止 曾经荒草遍布的梦图神庙区域 已全部清理干净 古埃及法老时期的宏伟建筑 再次呈现在众人面前 目前双方团队成员 正在对位于梦图神庙区 西南角的两座神殿 进行清理 测绘和三维建模的工作 卢克索位于埃及南部 是文明侠尔的历史古城 有世界上最大露天博物馆的美誉 中埃联合考古项目所在的梦图神庙 就是这里最富盛名的 卡尔纳克神庙建筑群的一部分 卡尔纳克神庙是古埃及最宏大 最壮观的神庙 集中了从公元前2000年 到公元1世纪的建筑群 被誉为刻在石头上的 古埃及文化灿烂诗篇 其极高的艺术性令人叹为观止 梦图是古埃及樱头战神的名字 也是卢克索的守护神 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后 梦图神庙再没有任何考古发掘活动 一度成为埃及考古的空白点 5号 在比利时的奥斯坦德 数千人跳进了冰冷的海水当中 参加一年一度的 跳北海庆新年的活动 下面我们就去看一看 当天海水的温度仅有7摄氏度 3000多民众来到比利时港口城市 奥斯坦德热情地奔向海边 欢呼着跳进海中 庆祝新年的到来 当天的活动还吸引了很多观众 前来观看 很多人更是全家出动 男女老少一起来跳海 奥斯坦德在北海沿岸中部 是比利时的主要港口城市之一 属温带海洋性气候 来自大西洋温暖而湿润的空气 使它冬暖夏凉 跳北海庆新年是奥斯坦德传统的新年活动 人们认为冰冷的海水 能让人精神焕发 拥抱健康的新一年 一些人只是把脚踝弄湿了一点 另一些人则全身下海 完全拥抱着冰冷的海浪 还有不少人穿着各种主题的服装 以自己奇特的方式迎接新年 我们在这里 我们很期待到春 所有的蝴都飞了 然后从花到花到花 再来看一下新疆河沐 有着北疆雪香的称号 这里的雪季长达七个月 在航拍镜头下的雪香盈装素果 宛若水墨仙境一样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我们一块去看一下 祝你周末愉快 这里的雪季长达七个月 在航拍镜头下的雪香盈装素果 宛若水墨仙境一样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我们一块去看一下 祝你周末愉快 祝你周末愉快